三号国寺汽油被抽样送往了省质检院检测发现 其中有一家加油站是挂羊头卖狗肉 用低价的甲醇汽油冒充高价的国寺汽油 不但欺骗了消费者对使用甲醇汽油的汽车 还可能造成加大的损害 继续静闻新闻调查 在今年6月下旬的时候 有媒体对南京八家加油站所出售的93号汽油进行采样 并且送到了江苏省质监院 那么在今年7月中旬的时候 那么知识区院出去的检测报告显示 南京港上原门加油站所出售的93号汽油 竟然是甲醇汽油 甲醇汽油是国三的要求都达不到的 那国三要求是多少 国三的要求是不大于74 其他的数据呢 像流含量的话135 是能够满足国三的要求 但是国四的要求达不到 甲醇汽油高 也就是说它就是甲醇汽油 据宋姐三位介绍 不合格样本来自南京港上原门加油站 其中甲醇含量达到了22.8% 远远超过国四油的标准0.3% 专家表示 南京港上原门加油站销售的实质上 并不是国四油 而是甲醇汽油 是将甲醇直接添加到汽油中 并负一少量添加剂 使用甲醇汽油必须要及时清洗汽车油路 否则和其他汽油混用的话 会造成油路堵塞 还会腐蚀密封圈等橡胶部件 同时甲醇汽油与国四油存在较大差价 每天一千多块钱的差价肯定是有的 价格是 随后记者来到位于下关上原里2号的南京港上原门加油站 这里的93号汽油明确标示为国四汽油 并没有甲醇汽油的任何提示或者是说明 是国四油吗 我们是公司 是从哪定的呢 我们进屋的话是公司进的 在南京市商务局记者查询到了南京港上原门加油站的进货协议 协议上明确表示蓝燕石化处运公司 每月向该加油站供应国四93号汽油150吨 为何供货协议上是国四汽油 公证部门公证下的抽样却变成了甲醇汽油呢 加油站方面并没有正面回应 相关部门则表示 不排除一些加油站受利益驱动 偷然换住 让车主付了国四油的钱 却加了便宜的甲醇汽油 我不能证明他这个汽油是国四油 是不是或者不是国四油 所以我下面特别到最后 我也给他提出这个情况了 目前记者已经将南京港上原门加油站的检测数据 提供给工商部门 近期相关部门将联合对南京市各加油站的汽油 进行检测工作 江苏城市频道为您报道 邻居里多报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 刚才那条片子 我们为您报道了南京的个别加油站 用低价的甲醇汽油 冒充高价国四汽油的消息 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现代快报对这个事的报道 标题叫什么呢 南京国四油推行满四个月 你给爱车加的是真国四吗 给报道说的还是比较客气的 说是南京油品市场总体质量状况较好 但是也有挂羊头卖狗肉的现象 车用油市场上用调和汽油以次充好的现象 也是业内一个比较公开的秘密 如果我现在问您 你给自己的汽车加的是什么油 我估计很多人就得发懵 你看当初那国四油上市的时候 媒体大篇幅报道 说是国四油推开之后 大气里边的那个篇幅2.5浓度得减少 南京现有的机动车 一年能减少10万吨污染物的排放 多好 青山绿水谁不喜欢呢 尽管价格高了点 但是能为环境做点贡献 高就高吧 为环境也是为我们自己 但是当时就有人提出担心 要是有假冒的怎么办呢 媒体又讲了 为了防止山寨版的国四油品以次充好 有关部门将联合做好油品的计量 品质的监管工作 要树立起维护油品质量的坚强堡垒 现在再看这个结果 合着付的是国四的油钱 家的油连国三都不如 整个一个叫地沟汽油 多花的钱 非但没买来环境 这车子保不起也得整些 专家不是讲了吗 长期用这个劣质油 对车的损坏非常大 你说这到哪说理 到底这是怎么监管的呢 现在快报报道一看完 无非就让咱们又多了个心眼 以后加油得小心了 但是怎么小心 买了车 还得买一个什么汽油检测仪器 每次你去加油那油枪 往汽车里边一插 我赶紧把仪器接你管子上去检测 你看就这些年 咱们光顾着长心眼了 长了那么多心眼 解决了什么问题 油价无序上涨 小投入 大利润 低风险 这些助长了一些人造假的心理膨胀 傻子都知道 那么玩来钱快 如果要是让这样的心态继续下去 你别说是车用汽油 有了机会就是那个航空航天燃油 他动歪脑子 这也是早晚的事 典型的祸国殃民这叫 昨天我在读报的时候就说了 现在很多人对于造假已经连基本的羞耻心都没了 你看现在快报的报道 说记者要对油品取样送点不合格的南京港上原门加油站采访 人家说了 怎么讲 你要报道就报道 说完直接把电话给挂掉 你看这里边透露出来的意思非常明显 我就这么着 你爱咋咋地 反正又不是我一家 你小记者也掀不起什么风浪来 欺骗玩弄不明真相的群众居然也有这样的自信 我就很奇怪 你说你这种自信到底是从哪来的 快报的报道里边说了 车用油市场存在着调和油 在业内早就不是什么秘密 说实话 如果你要不是专业人员 普通消费者 你怎么能分得出来 哪个是真油 哪个是假油 哪个是好的 哪个是坏的 但是为什么咱们还敢大胆的去使用它 不是对你加油站放心 是对每一个加油站背后的法律监管 职能部门的操守放心 所谓的各种什么潜规则 消费者不知道 我觉得完全能理解 但是作为监管者居然也不知道 于情于理这说不过去 你不专业 不了解业内情况 你怎么样去监管 怎么保驾护航 你这能叫秤职吗 那如果说监管者早就清楚明白 任由每个月几千吨的劣质油品 在咱们南京市场大行其道 这是对群众 对环境 对政府形象的极不负责任 如果说制造假冒伪劣者 那叫违法 我觉得失职读职 比制造假冒伪劣 更恶劣 更卑鄙 现在不是媒体报道 让群众了解了 你说这种现象 它还能持续多久 可以为 却不为 是不是一种更无耻的造假 如果每一次都是造假者 最后不了了之 监管者哈哈一笑 再不计给逼急了 企业狠狠地惩处一下 监管者不好意思一下 我看假货横行的情况很难杜绝 消费者有理由 是哪些加油站在违法违规 是哪个监管环节的疏漏 让他们敢于肆意妄为 经营者和监管者 你们到底在玩一个什么样的猫和老鼠的游戏呢 今天独播剧场 下一节名距离 卫省楼板钢筋 商品房建设完猫腻 偷工前料 影响质量被要求 立即加固者凶 南京公交公司情况 小景你好 谢谢好 大林好 我发现今天南京的温度降低了 非常的凉爽 那么未来几天南京会一直保持 我发现今年的温度